在我能活着的时候 我一定要找到妈妈 哪怕 哪怕她不认我 哪怕 妈妈是个残疾人 哪怕妈妈爸爸她不再是了 我也要到她坟前 去给她烧一炷香 在我猛猛无哭乎的意识中 我想到的不是我的女儿 不是我两岁的女儿 不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亲生妈了 我太遗憾了 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有见过 我亲生妈的一面 准备好了吧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陈喜慧你好 我是舒东 我现在来告诉你一下你我们寻找的结果 刚才在小片中你也看到了 我们最后呢是找到了 银川的一个社区 那么在这个社区里呢 我们通过了当地热心居民 我们的民警同志 还有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的共同的帮助下 我们最后是找到了这位 疑似你妈妈的阿姨 但是毕竟啊 你那时候很小就被送走了 所以为了最终的确认 我们也是对你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比对 我们也给你们进行了采写 那现场呢 我们在明夏公安厅行政总队 警察同志们的帮助下 也对那位阿姨进行了学样的采集 然后紧急进行了比对 但是这个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没有比对上 排除了你们之间存在母女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很遗憾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找到妈妈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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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信息 我们找到最为可能的人 科学没有正式 我不信 因为陈喜慧在接受治疗过程中 曾多次接受化疗 并进行大计量的书写 为了保证科学的严谨情 我们分别对陈喜慧的毛发 血液 唾液 进行了采取 并分行进行比对 但各项比对结果 都没有比对上 但是你别灰心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这儿呼吁 就是如果有在1984年左右 自己知道是1984年左右 被送到了河南郑州 这样经历的朋友 可以及时和我们 栏目组进行联系 或者是知道 自己是1984年左右 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了河南郑州 或者相关地区的朋友 及时和我们栏目组联系 或者进行采喜 我们进行比对 希望能够 尽早地帮你找到 新生母亲 我有点不太相信 这个妹妹你要坚强啊 你看见我们这么多的人 关心你 关爱你 帮你寻找 一定要坚强 好吗 加油 别放弃 走 没有找到生母 但是找到了坚强 找到了温暖 我们希望这个妹妹 妹夫 还有家里的两个孩子 一起坚强地面对 他们未来的生活 我们也盼着能早点 把她母亲找到 好 小姐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